好 下面来看第四章 第四章跟大家说一下 第四章我们原来的这个金奖的课件当中 已经做了替换了 已经按照新教材做替换了 已经以录屏的形式已经换上去了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 第四章要注意一下 第四章我们增加了监理企业的资质 这地方还是能出题的 还是能出题的 质量进度安全企业 它和工程有关系 你说的是对的 质量进度造价是和工程有关系 和工程有关系 不一定是质量安全进度造价 能听懂吗 有没有听懂 B是对的 B是不能说去解决与工程相关的问题 工程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人员的问题 跟你建立有关系吗 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跟你建立没有关系的 来 这道题 根据公路水运工程 建立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公路水运工程 建立企业资质分为什么 注意 我们说的这个资质 建立企业的资质是分为三大类 建筑工程的建立企业 这个公路水运工程的建立企业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 金奖换了第四张 还有第十张 主要是换了第四张和第十张 我们三大类 一类是建筑工程的建立企业 还有类是公路 就是交通运输的建立企业 还有类是我们的水利的建立企业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建立企业的资质 既然是三大类建立企业 所以它的资质分类也是不一样的 听懂了吗 我们建筑工程有建立企业 这个交通运输 公路水运的有建立企业 还有水利工程的有建立企业 三大类的建立企业 它的资质分类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金林这地方是可能会出题的 没经过这题 这是我们新教材出来以后 我改的一个题目上去 公路水运工程的资质 那么一个是分为甲级 乙级还有基建专项 这道题应当选的ABC 公路水运的资质分为甲级 乙级和基建专项 再来看第二题 这是我们教材改动的地方 你没见过的话 你把它标出来 这是改动的地方 根据水利工程建设 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他说的是水利 关于水利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说法 正确的有A 水利工程监理单位资质 分为水利工程施工 水利水土保持工程施工 基电和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 和水利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监理 四个专业 一个是水利工程施工 一个是水土保持的工程施工 还有涉及到基电金属结构和环境 那么这道题 正确的正确答案是A B C D 这是书上的原话 我提醒大家第一个水利工程的 监理单位的资质是分成四种情况 水利工程的施工 水土保持的施工 还有基电金属结构 以及环境 水利工程的环境 四类 水利工程的监理的资质 分成四大类 其中涉及到施工的 也就是我们的水利工程的施工 和水土保持的施工 它是分为甲乙并三个等级 而基电和金属结构 是甲乙两个等级 没有并级 涉及到水利工程环境的 是不分级的 易选项做在哪里呢 易选项水利工程监理单位 没有综合资质 建设工程监理单位 有综合资质和专项资质 我们等会就要讲到 我们说这个综合资质 它指的是建设工程的监理单位 听懂的同学打个一 这个是我们教材变动的 以我们监理出题的 那个风格 那个习惯 这个地方尽管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出题考你 我们在20年21年考了什么 考试周期四年考一次 什么免考两个基础课 这玩意它都考你 你说这地方 它给你整了一大堆三大类 建设工程监理单位 这个水利工程的监理单位 交通运输的监理单位 它的资质 它能不考你吗 不是你没有什么印象 这是二三年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你没有印象就对了 听懂了吗 这是二三年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是我们金奖科技后来重新 替换上去的内容 但是我们现在 吸体班已经把这个题目 给你拿出来了 所以如果考到二三年考到 我希望你能够做对 好 这道题ABCD 来看第三题 关于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股东可以用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股票等作价出资 B 设董事会室成员数量是2到3人 C 公司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公司管理职权 E 设监事会室成员数量1到3人 E 公司应当有名称和住所 那么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JENNY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地方每年都出题 今年教材这地方也有改动 但是这个改动在金奖课件上没有去替换 我跟二三号的老师也说了 我说这个地方替换的话不太好替换 因为你要替换的话 就因为一两句话 你要把好几页的PPT全部替掉 然后这个讲义 这个金奖课件可能就不连贯了 那怎么办的呢 我在替换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金奖课件 是替换到了监理企业的资质等级 那地方我用口头的形式跟你写了一下 写了一下写了什么 股东可以用什么作为出资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增加的 然后监视会 监视会要有职工代表 职工代表不得少于多少 这是今年教材增加的 发起人 发起人出资 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出资 发起人出资比例不得低于多少 这三个是今年教材变动的地方 情况说我金奖课件没有替换这三句话 但是我在讲监理单位资质等级的时候 我已经把三句话给你总结出来了 所以如果考到的话 希望你要留意 那么这道题我们说正确答案应该是 A选项 前面这些都是对的 股票不可以 股票为什么不可以 价值不确定 你们将来如果说考建造师的话 也会 建造师的经济当中也会有这个内容 董事会的成员 这个是不对的 有限责任公司是三人到十三人 股份有限公司是五人到十九人 有限责任公司是三人到十三人 股份有限公司是五人到十九人 所以我在上课讲过三一三 五一九 对吧 公司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管理职权 这是对的 监事会成员是不少于三人 应当有名称和住所 这到底正确答案CE 我再说一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这地方是高频考点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高频考点啥时候出 高频考点等通知 应该是集体班结束吧 我估计是不是三月下旬 或者是四月中上旬 等通知 等通知 好没问题都来打个E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设立公司制企业的要求 正确的是 A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 由股东共同制定 B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应当在三人以上 200人以下 C股有限责任公司 有50个以下的股东出资设立 D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E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于股份有限公司的 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和债务 由变更后的公司成绩 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这句话 这句话是经年教材增加的内容 这句话是经年教材增加的内容 还有这句话 一选项 这是经年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这是我把它改到一个题目当中来的 有限责任公司变为股份有限公司 也好 股份有限公司变成有限责任公司也罢 那么变更之前的债权和债务 由变更后的公司成绩 E选项就对了 那么A选项 股东共同制定的章程是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是发起人制定 发起人制定 如果说是募集设立的 还要经创立大会通过 那么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是多少 是两人到两百人 这个两人到两百人要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这个数字进行区分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50个人以下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的人数是两人到两百人 这个数字要把它记住 第一选项 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不是股东会选举董事长 评认 这个经理是什么 是董事长 是董事会聘认 所以这道题 真正确答案 CE 第一个注意一下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它是股东 搞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俩一起合伙做钱 合伙做生意出钱 我出30万 你出20万 他出50万 我们三个人就是股东 我们组建的叫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股东数是多少呢 是50人以下 50人以下 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成立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发起设立 发起设立 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需要1000万 我们三个人都有钱 对吧 王老师出1万 你们三个人出了999万 可以 我们三个人就是发起人 但是我们三个人都没钱 王老师出了1万 你出了2万 他出了3万 1000万 我们现在只能搞出6万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叫募集设立 听懂了吗 两种情况我们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设立 是我们几个人搞一下 我们钱不够 我们再向社会去公开募集资金 那么不管是发起人设立 还是募集设立 这个发起人的人数 它是有要求的 这个发起人的人数 我们叫两人到两百人 两人到两百人 发起人 要和上面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区分 那么公司张成 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说了算 所以这个张成就是股东来制定 股份有限公司 是先由发起人制定 制定以后 再去创立大会 叫创立大会 就是募集资金那些人都来开会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最高权利机构 都叫做股东来会 你懂吗 那么下面涉及到董事会 董事会的成员 有限责任公司 它是在三人到十三人 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比较大 它的成员是五人到十九人 监事会 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监事会成员都是不少于三人 那么他们共同的地方 经理都是由董事会去聘任的 听懂了吗 经理都是由董事会去聘任的 所以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对董事会负责 好 没问题的都来打个一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学起来有点乱 对这个公司的形式 公司的成立方式不太了解 没问题了吧 好 我们继续过来讲 好 来看第五题 工程监理企业诚信行为的说法 正确的是 A选项 依法依规签订监理合同 依法依规 有一个法子 这个是守法 一选项 编制切实可行的监理规划 这是科学 不以虚假行为损害各方权益 履行保密义务不泄漏 那么这两个是诚信 还有一个按规定进行检查验证 按标准进行验试 这个就是说不做假的意思 所以这道题我们说涉及到诚信行为的应当是 BCD BCD 没关系啊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种题目 你不要说 哎呀老师我才得了一分 得一分就可以了 你要说老师我就想得两分也行 你把书上那些把它都给背下 A是守法 E是科学 是的 A是守法 依法依规嘛 依法依规签订合同吧 A是守法 依法科学 Z有啥区别 编制切实可行的监理规划 说明你编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你的监理的能力 你还是有实力的 听懂吗 说明这体现的是科学性 编制切实可行的监理规划吗 如果说监理规划 瞎编也通 这说明你没那个能力 科学性不行 监理这个老师多选题几分 多选题是五个当中选四 两到四个正确答案 没选对一个得零点五分 选不全的情况下 没选对一个得零点五分 选全了你就得两分 比如说这道题如果选 ABC正确答案 那你选了两个 就得一分 听懂了吧 来看第二节 监理工程师 根据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对于免考基础科目和增加专业内部的人员 专业科目成绩实行几年为一个周期 免考基础科 那个同学说 那个同学说C和E是一样的各位同学C和E不一样了 C是按规定检查验证按标准进行工程验收 这个讲的是你在检查的时候在监理过程当中是怎么样 实事求是的去做的不是瞎做的不是弄虚作假去做的 E选项重在切实可行这个 他讲的是你编的质量的问题 选一个0.5分 那么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有效期 当然选C 第二题 根据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规定 关于监理工程师考试资格的说法正确的有 对 编制规划 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是得有能力 编制切实可行的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这个确实是要考水平的 那么这道题呢 我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教材改动的地方 来看A选项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属于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考试 这个是不对的 它不是水平评价 是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 这个我在经讲课间当中跟大家讲的很详细 什么叫做准入类 什么叫做水平评价类 简单的来说 准入类就是没有这个证书 你不能干这个活 水平评价类是你没有这个证书 也能干这个活 只不过是水平高低而已 B选项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对的统一命题没有统一阅卷 没有统一阅卷 C选项 已经取得监理工程师一种专业资格证书的人 报考其他专业科目可以免考基础科目 这是对的 D选项 具备专业各工程大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从事工作满三年的结合报考 具备工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从事业务工作满一年的结合报考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我们教材改动了 这个连线现在都知道改为什么了吧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连线现在都怎么规定呢 我们原来是6420 专科6年 本科4年 硕士2年 博士0 现在变成了 现在变成了专科4年 本科3年 硕士2 0 是博士 没有要求 这个是我们今年教材改动的地方 大概率 99.9999 它是要出题的 它是要出题的 能明白吗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C和D学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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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